这三个幸存者找到了一个滑雪酒店 周围没有丧失活动的迹象看起来相当的安全 而且就连酒店内部也是十分的整洁 当他们进入酒店的仓库和厨房查看后 更是惊讶地发现仓库里还放着满满当当的食物 而且地下室还有一台正常运作的柴油发电机 酒店里的绝大部分设施都还可以正常使用 三人在酒店里逛了几圈后确定没有丧失 也没有其他幸存者 而罗斯带着女儿警惕地跟着黑哥的身后 尽管这个酒店看起来十分安全 但他并不敢放松警惕 要知道现在已经是末日爆发的半年后了 竟然还有这种室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这难免有些太诡异了些 不过黑哥倒是觉得无所谓 立刻打算洗得早好好休息一下 罗斯和女儿艾娜也找了个房间洗漱 原本两天前在那栋别墅里遭到强盗们袭击的时候 意外之下遇到了一直躲在别墅二楼的黑哥 也是好在黑哥的突然出现 才让躲在浴缸里的罗斯母女两枚被发现 而在那群强盗离开后 黑哥就表示他知道有个机场可以坐飞机离开 于是罗斯就决定带着女儿跟他一路走 由于距离那个机场还有点远 他们今天只能先在这个酒店休息一晚明天再走了 罗斯洗完澡后却发现女儿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艾娜表示不想去洗澡 因为这个地方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罗斯仔细一想也能理解 毕竟艾娜只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 在末日中经历了这么多没有崩溃都已经很厉害 之前他们都是风餐露宿 很少像今天这样有助的地方 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自然会让人放松不下来 于是罗斯就打算自己先睡一会儿 艾娜也主动担任起放哨的任务 由于不放心 她干脆拿着枪出去检查了一圈 大致确定安全以后才重新回到房间里休息 然而当天亮的时候 艾娜却突然发现房间门口有个人走过 门下面有明显的影子 艾娜顿时警惕了起来 本以为是黑哥 可到隔壁房间一看黑哥正睡得跟死猪一样 显然刚才路过他们房间的另有7人 可能是有人在他们三个来之前就已经住在了这酒店里 也可能是刚刚进来的陌生幸存者 这时艾娜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走过去后发现是一扇被锁着的门 门里面传来很多丧尸的叫声 怪不得他们找了很多地方都没看到有丧尸 原来这酒店里的丧尸 都被人故意锁在了这扇门里面 而艾娜一转头 却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竟然是许久未见的皮尔老哥 这时听到动静的罗斯也跑了出来 看到皮尔的时候 他也是满脸的惊讶 很显然罗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活着 由于之前皮尔受了枪伤后 罗斯很自私地带着女儿直接离开了 丝毫没有在乎皮尔这个曾经的生死队友 因此现在两人在见面的时候 气氛难免有些尴尬 饭桌上只有黑哥这个局外人吃得很开心 黑哥甚至认为这酒店里的食物储备 足够他们四个在这住上一年了 有个这么好的避难所 其实都没必要离开了 艾娜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 她表示自己无论如何 都要想办法坐飞机离开这个城市 说着还直接拿着枪走了出去 而罗斯犹豫了一会儿后 还是和皮尔道了歉 解释说毕竟当时那种情况 她带着女儿走才是最好的选择 否则大家都走不了 皮尔听后却只是笑了笑 似乎已经不在乎当初被抛弃的遭遇了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 此时皮尔也觉得就这样待在这个酒店里也不错 至少不用到处奔波求生那样太累了 由于厨房里还有一道菜没做好 罗斯就起身去端菜 可当她回来的时候 却看到了惊恶的一幕 女儿艾娜竟然开枪杀死了皮尔 理由是皮尔自己要求的 因为她想永远地留在这个酒店里